而另一个最新消息是发生了惊悚命案 发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国际机场 当地时间周三 惊传有一人因为卷入飞机引擎而丧命 我们来看到这架是预定飞往丹麦比龙的班机 原本在当地时间下午快要两点半起飞 就在飞机向跑道滑行准备起飞的时候 机组人员发现引擎出现异常 于是先暂停起降 只是就在完成安全指示令的时候 突然有人跳进发动机里面 当场就发出了恐怖的噪音跟烟雾 那么目前罹难者的身份还没公开 荷兰军警也还在调查证明死者的动机